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依舊是一個晴朗而高溫炎熱的天氣 在中午左右 臺北出現了三十九點三度的高溫 那這是臺北設佔一百多年以來的最高溫紀錄 那上次出現高溫的時間是在二零零三年的八月九號 高溫有來到三十八點八度 那之所以造成今天這麼高溫的原因 主要在於今天從大陸這邊有一些熱空氣移到臺北的上空 另外風向上今天是比較偏南風 比較吹不進臺北盆地 使得溫度沒辦法受到海溫的一個調節 那預期明天的情況跟今天是比較類似的一個情形 那詳細的情形我們從衛星意圖上來說明 從衛星意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大片比較晴朗而無雲的區域 就是太平洋高壓所在的一個範圍 那明天高壓的強度仍然是比較偏強的情況 因此預計明天臺北還是有機會出現三十八度左右的高溫 那其他各地的高溫也還是比較偏高的情形 那降雨的情形還是以午後的山區的雷震雨為主 那從後天開始整個高壓的強度會開始有減弱的情況 那臺灣附近的水氣也會開始增多 因此後天之後高溫會稍微下降一些 不過整體來說都還是比較偏高溫的一個情形 而降雨的話也會從慢慢從山區往平地方面擴散 而在東南部地區從後天之後也會開始出現一些局部性的短暫性震雨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台北市今天飆出了39.3度的歷史高溫 刷新了百年以來的紀錄 而明天在臺灣各地仍然大部分都是晴朗炎熱的天氣 我們來看看各地的詳細氣溫 北部地區的基隆台北和桃園都是晴時多雲 26到38度 而新竹是多雲時晴27度到36度 中部地區的苗栗比起其他地方可能雲亮多一點 至於在台中彰化南投和雲林都是晴時多雲 26到35度 南部的嘉義台南高雄和屏東也都是燕陽高照 清最低25度最高34度 東部地區的宜蘭花蓮和台東同樣都是出大太陽 25到35度 外島地區我們看到包括了澎湖金門和馬祖 都是一片晴時多雲的天氣 氣溫最低26度最高34度 至於未來三天是不是也都維持同樣的天氣形態呢 我們看到這一夜 北部地區明天應該是陽光露臉最多的 到後天之後雲亮會增多 中部後天會開始下雨 不過在南部東部寒外島 連續三天都是燕陽高照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黃明明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